好 来关心公帑又被乱花了吗 台北市北投重阳区民活动中心 使用率才65% 而且两年前花了400多万来整修 却是故障连连 很夸张的是 连墙壁上装了电风扇 竟然没有插座可以插 生态池 青山步道 台北市北投重阳区民活动中心的环境 令人羡慕 但居民对活动中心相当不满 指出马赛克砖块剥落 水管管线露出 批评工程做得好糟糕 墙壁又脱落了 外面的水管 它在施工的时候就没有弄得很平整 让我们走起路来 当然危险性很高 用不到半年多 就已经是碰成这个样子 那这完全就是一个施工品质的问题 放眼望去活动中心空荡荡 平均使用率才65% 除了去工所没有积极推广外 最重要的是设施品质太差 防火用的细酸钙板 盯上却没粉刷 教室里从完工到现在 两年来电风扇都没有插座可以插 直到市议员会看后 拉了电线接上电风扇 风扇坏了 还不能直接换新的 没有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早期约走 如果有部分 比如说游戏缺失的部分 在包商保固期之内 我们会是请包商进行尽快一个维修 这样子的一个工程规划 我觉得实在是好选 民政局没有管理的专业 没有工程的专业 事实显现就是一个里里拉朗朗 然后使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 环境的屈民活动中心 成了不折不扣的 文子屈民活动中心 议员痛批官员做事不用心 每两年编练三四十万粉刷 但是对于眼前这些问题 却视而不见 是否花钱治标不治本 浪费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 民事新闻温柔夜尚松 台北报导